第一课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打算 打算去唱歌 打算做什么? 没有打算 周末你有什么打算? 二、一直 一直写作业 一直伤病 一直不高兴 你怎么一直玩? 三、着急 很着急 不着急 别着急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 四、跟 跟小狗玩 跟朋友去买东西 别跟他旅行 你能跟我一起去吗? 五、带 带地图 带饭 没带作业 还是少带一些吧 第二课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容易 很容易 不容易 容易写 上山容易 下山难 二、楼 二、楼 楼上 下楼 上楼吃饭 我上楼去给你拿把伞 三、瘦 很瘦 不瘦 有点瘦 你一点儿也没瘦 四、疼 很疼 不疼 腿疼 我现在腿也疼 脚也疼 五、拿 拿钱 拿伞 拿书 我拿了伞就下来 第三课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记得 不记得 记得带钱 你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你已经有两条这样的裤子了 二、新鲜 很新鲜 不新鲜 新鲜的鱼 这些水果真新鲜 三、放 放在桌子上 放在外边 放在哪儿 桌子上放着很多饮料 四、纸 纸 只学汉语 纸会说 不会写 这儿只卖书 不卖水 今天晚上 只吃水果 不吃饭 五、条 一条鱼 一条裤子 一条路 你觉得这条裤子怎么样 第四课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总是 总是下雨 总是笑 总是不高兴 他总是笑着跟客人说话 二、回答 回答问题 笑着回答 没回答对 他总是笑着回答老师的问题 三、饿 很饿 饿了 不饿 我有点饿了 四、年轻 很年轻 不年轻 年轻人 我们这儿年轻漂亮的服务员有很多 五、照片 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谁的照片 照片很漂亮 这是你们比赛的照片吗 第五课 朗读下列短语和句子 一、照顾 照顾孩子 照顾小狗 照顾得很好 我要在家照顾 二、裙子 一条裙子 漂亮的裙子 穿裙子 我喜欢看你穿漂亮的裙子 三、用 不用 不用 不用上课 不用吃药 不用去医院 四、最近 最近几天 最近几个月 我最近 我最近有点累 我最近越来越胖了 五、胃 为孩子做饭 为妈妈买衣服 为朋友准备礼物 这是我为你买的绿茶 我会看你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